这个数据库处理完成之后 我们接下来咱们再来往下去看 那现在目前为止呢 关于数据库也有了 关于这样的模型类也有了 关于结构都有了 然后呢咱们就可以进入到正式的开发了 但是进入到正式开发的时候呢 我们昨天也跟大家去说过了 咱们要做的是这样的前后端分离的 也就意味着说 我现在在进行开发的时候 是不是得找一个人能够帮助我先去提供这个页面 然后呢我再去介入这个页面 然后去对接后端的 对吧 那这个页面咱们怎么提供呢 我们为了开发方便的话 咱们是不是也直接能够让Flux去帮助我们提供页面呀 所以咱们就让他来帮助我们去 先暂时提供这样的静态页面 那咱们来去看一眼 让他去提供静态页面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说 咱们得在这个static目录当中 是不是把这些静态文件引过来呀 好咱们去引一下 那我们昨天在给大家这个项目资料当中呢 这里面有一个静态的资源 然后呢这里面包含了html的目录 还包含了static目录 在static当中呢 GS我们看一下 在GS啊 然后呢这样的css跟图片都在这里面了 所以呢咱们把它引到咱们的目录里面来 我们的目录呢 是咱们放到iHome Python04 然后呢在这个iHome当中 这里面有static 好我把它打开 打开之后呢 咱们把最英的static目录里面的这些css 所有的这些个静态文件全部拿过来 我们把它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的话 上面还有一个html目录 我们也把它也放进来 就相当于在static里面呢 html GS css 样式库 这个plugins呢 代表的是用到的一些个前端的一些插件 好我们把它拿过来了 放到这之后 咱们回过头来 来去看一眼相对应的 这时候呢static里面呢 就有这些目录了 所以呢 此时呢 咱们已经可以让程序的去启动一下 Python Manager Run Server 运行一下 运行一下之后 然后呢咱们来看一眼 在静态目录里面的html目录当中 有一个这里面相对应的 像主页的话 有一个index.html 然后呢 像第一个auth呢 代表是用户认证 实名认证的东西 booking代表是预定的页面 detail呢 是房屋的详情页面 login是登录页面 然后l orders呢 是代表是以房东的身份 去查看一下订单 my.html呢 代表的是我的那个个人页面 myhouse是我的房源 newhouse代表是发布房源 然后呢orders是以房客的身份 查看一下我下的订单 都用哪些 profile呢 是代表个人资料的那个页面 也就是说 能够修改用户名 跟个人头像的 reject呢 代表注册 search呢 是代表列表的页面 所以这是关于这个页面 那咱们现在回回来 我已经赶快开起来了 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能够去看一下 静态页面了 咱们访问一下 那访问一下的话 现在要访问的静态页面 所以对应的链接应该是 static 对应的 比如说访问主页的话 应该是index.html吧 但是这里面是中间少的一集吧 我们说了 这个index.html 位于的是static里面的html目中吧 所以还少了一集 所以在这个地方上呢 咱们还要去把html这一集加上 加上之后 然后呢我们选一下 那当前所看到这个东西呢 就是咱们的静态页面了 然后这个页面呢 我们也跟大家说过 咱们模拟的是手机端的那个页面展示 所以呢 你打开浏览器的调试工具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 有一个你把它点上 点上之后呢 它就模拟出来的是 手机的这样的一个大小了 然后呢 可以在这上面还能够去选择 到底是哪个手机的尺寸 可以去选择这样的东西 好 这是关于这点 没有iPhoneX 好 我们看一下 把这个东西做完整之后 那我们说了 现在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调试了 但是你说这个调试的话 如果我们暂时真的是说 没有找到一个NJX给大家提供 而且就是用Flux给前端提供的话 那我现在让用户在访问的时候 访问的这样一个链接 对用户来说有好吗 不有好吗 上面这个来说的话 应该用户最一开始的时候 它习惯性是不是只需要这个域名 IP地址加关口号就可以了 对吧 后面都不要虚入 哪怕后面再进入输入的时候 你比如说进入注册的话 也应该是斜线后面直接跟上注册点 而且还没有什么可以了 我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给你跳着过去 所以呢 就相当于我们刚才所看到的 Static HTML 这样的前缀对用户来说并不友好 所以此时怎么办呢 我们想要做的工作呢 就是说 那我现在能不能去改变一下 或者是调整一下Flux 让它再去提供静态文件的时候呢 能不能把前面这些前缀通通都去掉 我想让它怎么去做 它就怎么去做 我们想要给它做成这样一点 所以咱们现在来看看一下 那我要想做成这样一点的话 依赖于它原有的静态文件处理的话 是做不到了 所以只能说我们自己再来去写一个试图函数 咱们自己写了一个试图函数当中呢 就是提供静态文件的 而这个蓝图呢 因为它只有比较单一 就是说我们待会儿只会去定义一个试图函数 所以咱们就不再以目录的方式来去保存这个蓝图 就以单一的文件方式来去做 那这个蓝图的话 比如说我们把它就叫做Vive的HTML 咱们就是用来提供静态文件的 所以我在这里去建出来 那这个东西放到哪儿呢 是放到iHome整个Flux应用核心的抽象这里面 在这里面跟这个API 1.0是同级的 跟其他目录都是同级的 然后咱们在这里面去建立相对应的这个蓝图 好我们现在要建蓝图的话 还得是从Flux当中去导入 BluePrint 导入之后的话 那我们现在来建设一下蓝图 比如说这个蓝图什么东西呢 就是专门用来提供APML的 那我们就把它叫HTML 这样蓝图 然后呢BluePrint当中的名字 比如说把它叫做ViveHTML 然后呢第二个参数 当前的刚刚name 这个建完成之后 然后呢咱们就在这一个蓝图 在这个一个文件当中 把这个蓝图所对应的那个石头函数 我们也给它实现出来 咱把书写一下 提供静态 文件的蓝图 然后呢咱们在这里面去定义一个相对应的 这样一个页面 比如说这个页面 对应的石头函数呢 我们把它叫做getHTML 就是来获取这样的HTML文件的 好了 把这个石头函数 咱们给它定义到这 然后呢咱们先pass掉 然后呢上面去把对应的API 这样的一个路径 HTML HTML.ROT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石头函数呢 专门是给前端去提供静态的HTML文件的 提供HTML文件 那你说提供这个HTML文件的话 那咱们对于定义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应该怎么去定义呢 那按照刚才咱们所说的话 我们希望用户在进行访问的时候呢 他可以怎么访问呢 他可以访问127.0.0.1 对应的是5000端口 后面是不是可以跟着一个主线呀 一个主线代表是让你去访问的是主页 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访问127.0.0.1 对应的是5000 然后呢你也可以后面跟上英代表HTML 然后呢除了这样的图片之外呢 你可能还会有其他的0.0.1 对应的是5000 后面可能是regester 以GISTR.TML 就相当我们在这里面 所有在这个静态的HTML文件当中 所列出来的这样的页面呢 通通的都可以以这样的方式来请访问 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来访问的话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路由应该怎么去写呀 我们现在是不是要相当于 要去提取参数了呀 对吧 就相当于说 你在访问路径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被我阔起来的 最终都是我要我提取出来的文件名字吧 然后呢我根据这个文件的名字 去HTML文入当中 去把文件找出来 是不是给你转回呀 是要做成这样一点 那在这个plus当中 要想具体参数的话 怎么去提取 是不是使用的是这样的 监控号的那个转换器呀 对吧 咱们加上这个转换器 加上这个转换器当中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转换器当中 如果利用fuzz里面 自有的转换器 能不能满足需求呢 比如说 我们在这里面 咱们接触过的 转换器的类型 都有哪些呀 fuzz里面能够提供的 有整形 有float类型 然后呢 还有自不转类型 还有什么东西呢 还有这个pass 的类型吧 其中我们看一下 前两个类型 是不是肯定不能满足啊 那对于自不转类型呢 自不转类型说了 它所对应在匹配的时候呢 只要这个当中 自己的没有带斜线的 那个字符 其他任何字符 是不是都可以啊 那所以说 stroin那些是不可以啊 就是说默认的可以 但是默认可以的话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那上面这个东西呢 上面这条斜线呢 上面这条斜线的话 我们说 如果按照这样方式 去写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比如说把它叫做 文件的名字 接着我要提起来 一个参数的名字 把它叫file name file name的话 如果一旦放到这个地方 这个转换器 要求在这个地方 是必须要有参数的 如果你在凭匹配的时候呢 在这里面 我扩起来的东西 没有任何参数 它是匹配不了的 那你对于说 如果我按照这样去写的话 第一个这东西 是没有办法匹配的 所以那既然如此的话 咱们实际上说 还可以把咱们之前 所去实现的一个 正则的万能转换器 实现出来一下 不再遇待它了 咱们自己去写 然后呢 很有可能我们在后面 也会用到这样东西 所以呢 咱们基于此的话 就干脆把它定出来 就不再依赖于它自身的了 那我们把它定出来的话 咱们给它放在哪呢 因为是咱们自己去定义的 所以我们给它放到 Utilities这个目录当中 然后呢 咱们还得把它变成 Python的包的方式 好 我们现在来去把它定义成Python包 所以呢 就得补充一个引擎文件吧 引擎.pvi文件 把这个Utilities当中 变成一个Python包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 创建一个Python的文件 比如说这是通用的工具 那么把它叫做comment 咱们把它叫做comment 在这里面 我去存放一些 通用的组件信息 然后呢 咱们把它去写一下 在去写的时候呢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我要去定义一个 正则转换器了吧 定义一个 定义正则转换器 这个正则转换器的定义 还有印象怎么去写吗 首先 我是不是要记得 以类的方式定义啊 然后呢 它要记成字一个负类吧 是哪个负类 是从werkzeuger的routing模块当中 有一个叫做base converter吧 咱们要记成字他 好 我们把它定义出来 那咱们把它叫做re converter 继承字他 然后呢 base converter 这里面写完成之后 然后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 咱们要去实现什么样方法啊 是不是要去实现的最主要方法就是那个一份文件呀 对吧 我要去定义它的对应的一份文件 然后呢 你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初始化方法当中 是不是要接受参数了呀 对吧 第一个参数是url的map 这是固定的 第二个参数是 我们要给它传送过来的正合表达式吧 对吧 比如说我把它叫做re 这个s 这是我们要去写的正合表达式 然后呢 咱们在这里面要做的工作 应该是什么工作 首先是要去实现 调用复类的方法吧 调用 复类的 初始化方法 初始化 然后呢 应该调用的是 support的这样方法 在python2当中 是不是必须得去写明参数啊 我是调用的是 寻找是它的附类 然后它寻找到之后 以saf来进行调用 然后呢 调用的是附类的初始化方法 再把urlmap传给它 是吧 然后呢 这是关于这点 第二点呢 是保存这个正责表达式吧 保存正责表达式 应该对应的是 saf.com里面的 rejx属性 我把我的传给它 然后就放到这了 然后呢 基于此的话 其他的另外两个方法 我是白说过 一个topython 一个toul方法吧 那我们现在呢 不做任何的转换 所以呢 咱们可以不用去写了 原来就在附类 已经有实现一个最基本的 所以我们就不再写 那好了 现在这个正责转换器 定义完了 定义完成之后 我们最终 在这个文件当中 如果想要去使用的话 是不是还得把它 交给app啊 交给整个flask 那交给flask的话 那也就意味着说 我得操作谁呢 得操作flask里面的 这个app对象吧 对吧 我得把刚才 咱们所定义好的 正责转换器 放到app对象里面的 一个convoters里面吧 所以还有这样的东西呢 所以那怎么办呢 那既然如此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 创建app对象的时候呢 直接把那convoters 给添给来啊 所以咱们在这里面 去引入一下 咱们在这里面 去引入一下 from应该是在哪呢 应该是在咱们来看一眼 是在utilities里面当中吧 所以咱们可以在这里面 去写绝对路径 也可以写相同路径 比如说就写绝对路径 从iHome的utilities utils 这个目录当中 里面是不是有一个common呀 然后呢 在这里面 第二comments当中 我们去引入一个re convoters 把这个引过来 把这个引过来之后呢 咱们来看一下 这个地方是我去 创建一个app的函数 在这里面呢 去创建app 然后呢 对它进行相对应的操作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是注册蓝图 我们应该是在注册蓝图之前 是不是应该把这个convoters 给它添加继续啊 原因在于蓝图里面的话 可能会用到 所以呢 咱们干脆就放到这个地方 你说往前放能不能行呢 只要创建好app之后 你放到app的下面都可以 所以呢 咱们在这里面去 贴的添加 为 blask 添加 自定义的转换器 好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它引过来了 引过来的话 怎么添加还有印象吗 app里面的urlmap当中 是存放的一个convoters 这样的字典吧 所以我们直接往这里面 去存放就可以了 我给这东西起一个名字 比如说把它叫做re 然后呢 它是谁呢 它就是刚才我们所写的reconvoters 给它添加进来 添加进来之后 那这时候呢 我们现在回过来 回过来之后 这里面已经添加了 那咱们在这个蓝图当中 是不是就可以去 直接去使用了 在这个web.tml当中 就可以直接去使用了 好 咱们去写一下re当中 这是我去使用的re 然后呢 咱们给它要传一个参数吧 再加上括号 然后呢 在冒号分隔 后面是我代表的 提取参数的这个名字 那有同学可能就有疑问说 我添加的时候 是不是给它添加到了 整个app对象当中 但是我定义路由的时候 我是定义的什么路由呢 我定义的路由的时候 实际上是使得蓝图的东西吧 然后这时候 我们之前是不是跟大家说过了 蓝图这里面是做了什么工作呢 它仅仅是暂时先把这个路由 给你保存到蓝图当中 然后呢 我一旦在这个app当中 给这个蓝图注册到app的时候呢 整个所有的路由 全部都是由app进行扫款的 都传给到app 所以app整个flux 它会把蓝图里面所有的路由呢 全读过来 读过来之后呢 由app去解析这样的路由信息 所以最终使用的时候呢 还是整个flux应用去解析的 所以我们只要把这个蓝 只要把这个转换器呢 注册给这个全局的app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好 咱们现在来看一下 那我在这里面去写相对一的证则表达式了 那写这个证则表达式的话 咱们可以怎么去写呀 我们看一下 也就是说我在这里面提取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什么都提取不到啊 也有可能去提取这样的文件名吧 对吧 也有可能提取这样的文件名 那你就意味着说 我在这里面去写的时候 写一下 点心可不可以啊 点心是不是就这一字符啊 然后呢 心号代表是最少是零个吧 可有可无的了 所以呢 咱们就写一下点心 点心的话也就意味着说 在这里面是不是可以 可能没提取出来啊 好了 这是关键证点 我们把这东西放到这之后呢 这bioname是我们定义的 提取参数的名字 它最终就会对应到 试图函数当中来 也要去接收这个名字 接收这个名字 接收完了之后 那我们现在 咱们在那里面看一下 应该要做什么样的操作啊 我现在已经有了 你要去访问的文件名字 我只要能够找到文件名字 返回去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相当于要提供这个文件了 那提供这个文件的话 我们一方面是可以自己使用文件的操作 去这个htm 去这个static里面的html当中 去找到对应文件名字的文件 然后呢 也可以去依赖于flask flask它意识到会有这样的情况存在 所以呢 它也给我们去提供了一个方法 提供了一个什么方法呢 在全局的flask应用对象 也就是说在全局的app对象当中呢 它会有一个方法 一个什么样的方法呢 app当中有一个叫做 stint static file 它会有这样的方法 专门能够让我们去返回静态文件的 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这个app当中 我们现在是访问不到啊 访问不到的话 有一个东西我们能访问到吧 是谁啊 carno app吧 所以那相同道理 那我在这里面直接调用carno app 就相当于调用的是这个app了 所以呢 可以直接调用carno app 然后里面的send static file 这个方法 专门去返回静态文件 flask提供的 返回静态文件的方法 那我在这里面呢 要传什么东西呢 我在这里面要去传一个文件的名字 比如说我传file name放到这 我把文件名字传到这之后呢 然后呢 如果我不做任何处理 直接return的话 它又能够把文件给返回回去 这是关于这样的点 那请下来我们看一下 但是我如果直接把文件名字 放到这之后那send static file 这个好像说会去哪里面找呢 它正常情况下 我们传给它的文件名字呢 它会去静态文件目录 也就是说它会去static 这个目录当中 去找这个文件名字 但是我们说了 刚才提起来这个文件名字 是哪个文件呀 是html的文件吧 比如说我把它去写圈圈 它是html文件的名字 既然是html文件的名字的话 也就意味着说 它最终会去哪呢 它最终去的应该是 static里面的html目录当中吧 所以我们现在呢 还得对这个文件名字 并不能直接传过来 是吧 还得比较一下 得给它拼接一下 什么样的意思呢 也就相当于 如果说html file 我现在拿到的这个东西 不是你在提许的时候 是空字不串 而是说确确实实 有这样的值吧 如果有这样的值的话 就相当于 我提出来的像 inded.html regester.html 是这样文件值的话 我最终呢 应该给你 转完成什么样的东西呢 我是不是应该去 把它进行一下操作呀 让什么东西呢 我让html这个目录 然后呢 再跟它拼接到一起吧 我在这里面就相当于 我直接拼接成 html目录里面的静态文件了 所以此时 它的html目录 指的就是静态文件里面的 这个东西了 所以它就会去 html目录当中 再加上文件名字 去找到那个东西 这是关于这样的点 那么现在 进行这样处理之后 我直接把文件名字 再放这 可以了 好了 这是关键的点 但是还有一点问题 有一点什么问题 上面这东西 如果说html的 这个 html 这个 提出来的文件名 就是空的呢 就是空的话 那我怎么去给它传片名啊 我在这里面就传一个空的吗 不是吧 是不是应该是静态的 induce.html吧 所以我现在来看写一下 相当于我在这里面进行操作的时候 如果这个html file name为空字不串 表示 表示访问的路径 是这样的斜线吧 然后呢 请求的是主页 既然请求的是主页的话 那我在这里面接下 做一下处理 就可以了 给咱们来判断一下 如果说这个html file的这个东西 我在提取的时候呢 什么也没提出来 是now的 它是空的 它是空的情况下 我htmlfile这个东西 直接我让它给你等于 index.html 是不是可以啊 我给你放到这 放到这之后的话 那我再往下去走的时候呢 无论什么样的东西 这个htmlfile name 是不是都会有值啊 所以咱们把它去掉 我看一下 这样做的什么东西呢 如果这里面没提到 然后我给你 比如呢 我真认为你访问的是 主页的资产资源 然后呢 接下来 htmlfile的话 肯定就有值了 有值的时候呢 我就直接把html的前缀 给你拼接上 再往后传一下就可以了 这是关于这点 但是你现在发现 还有一点问题 哪点问题呢 我们来去看一眼 在浏览器当中 有没有去发现 所有广告的网站 这个里面 都有一个小logo呀 都有一个小标 小这个标志吧 对吧 这个小标志是哪了呢 也是网站去提供的 那这而且呢 浏览器会默认的话 认为这个东西呢 是属于你网站的 一个资源 这个资源的名字 都是固定的 那是什么样的名字呢 就叫做 favicon.ico 是这样的名字 它会 如果你一旦 像一个网站 像浏览器 输入了一个网址 那这个浏览器 在向这个网址 去请求资源的同时 它也会默认的 会把你前面的 这个网址的 前面这部分 域名拿过来 拿过来之后的话 然后紧接下来 它像这个网址 这个域名 像这个127.0.0.1 对应到 像5000这样东西 它会直接在拼接上 favicon.ico 把这种拼接上 然后呢 会把这个东西 认为是网站的标志 浏览器认为的 网站标识 网站标识 然后呢 这是浏览器 都会通识的 它都会往这边 请求 浏览器 会自己 请求这个资源 那浏览器会自己 请求这样的一个资源的时候 那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那相当于 如果我们按照这样方式做的话 我们的静态文件里面的 确实我也给你提供了 这样的东西了 也就是说提供了 这样的小标志 这个标志 我给放在哪了 因为它不是HTML 也不是加资源 就是static 静态文件资源里面的 所以这时候 我在进行操作的时候 那我们提供的静态文件当中 是不是也得提供于 它的支持啊 那这个支持的话 它就不是在 HTML目的当中了吧 我是不是得去做操作呀 所以咱们在这里面 进行一下 相对应的处理 所以呢 我再去拼接的时候呢 还得是做一下额外处理 什么处理呢 如果资源 名不是这个 favicon.ico的话 然后呢 我才给你拼接上诺度镜吧 所以咱们来看一下 相当于 如果你的HTML file name 提出来这个参数的名字呢 不等于这个 favicon.ico 不是这个名字情况下 我才给你拼接呢 否则 如果就是这个名字的话 我不用做任何的拼接 直接把名字放到这儿 是不是就能够去把这个 fav这个东西 散开了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的资源 好 咱们把这个东西补充上之后呢 这样的一个试图 就处理完整了 处理完整之后 现在一个静态资源 我就可以回过头来 是不是就把这个静态的蓝图 给它注册到这个 整个应用当中啊 咱们回回来 应用当中 在iHome里呢 已经在文件当中 咱们在这里面 再去注册一下蓝图 那这个蓝图的话 应该跟上面是一样的 我还得是后导入吧 所以咱们先来一下 这是注册提供静态 文件的蓝图 所以呢 那从哪呢 它应该是在这个 在哪呢 在iHome里面的 然后呢 咱们去里面的这个 webHTML当中 我们给它去导入一个东西 应该导入的是HTML吧 导入它 是这样的蓝图 或者说我们在这里面直接 导入webHTML这个蓝图 然后呢 咱们是app.regester blueprint当中 应该是webHTML当中 存在的一个蓝图 HTML是它 然后呢 这个蓝图的话 我还有给它加前缀吗 这不用加任何前缀啊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这一点做完之后呢 咱们让程序重新的去启动一下 我们来启动 启动之后呢 回过头来 咱们再来把这东西 比如说我把所有的浏览器的缓存全部清掉 要想清浏览器的缓存的话 可以在哪呢 可以在这个地方有一个network吧 只要这里面有这个请求的这个历史的话 你就可以在这里面任何一个地方 右击有一个clear browser cache 就能够清除缓存 咱们把缓存清掉 清掉之后呢 这时候我回过出来 直接访问主页 是不是也可以啊 访问这个曲线线 咱们敲一下 敲一下看一下 当前是不是也拿到了资源 然后呢 比如说我再去访问什么东西呢 咱们访问index.html 这是主页也能够拿到 然后呢 还有相对应的 咱们来看一下 对应的注册 regstr.html 这里写错了 html 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当前对于注册是不是也有啊 所以这是关于这样一点操作